好,這場第三場就差不多入閘了 Sabrina 要 1 號 4 號 2 號 我也是要 4 號 2 號 1 2 3 勝過,7 號也勝過 入過位置就是 4 號 上次成績好的就是 1 號 4 號 所以 1 號 4 號有很多人選擇 但是 1 號就包裝猛將 我挺喜歡 Jenny 這幾隻馬 我要 1 號 4 號 紅燈亮起 第三場賽事 4班12米 不空寫字幕,太繁忙了 一會兒再寫一隻 現在入閘,2 號,東來欣賞 5 號仔就是極速滿盤,全部是冷門來的 除了 1 號,2 號,4 號之外 每隻隻馬都是 藍門 1 號 4 號最多人買 2 號也好 交給 現場看看說什麼 接著是快樂奇兵 神希麗仁 最後入閘,八號碼的夢幻盡區 很快第三場了,交給閘前 夢幻盡區 最後入閘 全部把筆準備桌蕩 3 場賽事,4班12個短途賽 大熱,肯定是1 準備 好,我們一開集,上交快閘 見到中間位置,有這隻 包裝猛將,神希麗仁 外面第四,夢幻盡區 第五,東來欣賞 後面的三隻,快樂奇兵,樂家福向外面 暫時電後,粉紅帽,是那隻極速滿盤 跑對面直路,上交放了出來跑 包裝猛將,第二 第三位的馬,外面,神希麗仁 外面第四,夢幻盡區 後面的四匹馬,東來欣賞,樂家福 何以為字,是快樂奇兵 暫時電後,仍然是一隻極速滿盤 過了600米段柱,前面快的馬,仍然是這隻上交 包裝猛將,第二位,內蘭晉佔 第三,夢幻盡區,神希麗仁 第四,東來欣賞,第五,第六,樂家福 後面兩隻,快樂奇兵和內蘭 粉紅帽,極速滿盤 好,正直直路,上交佔先 包裝猛將,拿出來,跟隨其後 還有這隻夢幻盡區,馬林中間追了一點 還有東來欣賞,外面是神希麗仁 最後百多米,包裝猛將 再認真比下去,有一點點騙入難度 但是都拋離兩個馬位 進佔第二位,夢幻盡區,外面是神希麗仁 接近終點,兩出兩勝,包裝猛將 跑第二名,夢幻盡區 第三名,外面是神希麗仁 第四名,東來欣賞 結果這隻包裝猛將,緊隨放頭馬 只有上交自己力量 那天晚上第二門又贏了一場 即是第二、第三場已經連續兩場了 這隻馬是以前跑得 離項離列,這樣贏的 夢幻盡區就最厲害跑過第四 他這隻四號仔就是 又是跑第三,連續三場都是這樣 收不到Q 一、八、四、二,但這些都是有賽職的 一號隔晚大熱門,曾勝同情 上次第一,你說 是不是所有參賽者都在這裏呢? 一出來 上交曾經贏過本路程 七號仔,所以他帶頭 甚至贏出來都沒有人質疑他 跑得很好,每次都可以快閘 一號這隻 黑白尖條,橫尖衣服 就是包裝猛將 現在還輸 兩個馬位 四號仔就是 神希麗仁 這隻叫什麼 夢幻盡區 這隻是冷卻 現在二號仔,東來欣賞 三號駱駛 加福 這群馬,後面都沒有了 後面一點 現在七號仔,這隻叫上駕 曾經贏過的 隔晚十六倍 這隻是第二 第二位轉正直路 就是紅色 黑白尖條 這隻叫包裝猛將 很厲害 沒有人救他跑 這裏已經兩下手勢 跑了上去 他不然 八號仔,叫做夢幻盡區 第二 四號仔 就是幾好在職 都 出來跑回第三 三號仔 四號 叫神希麗仁 何宅堯 上次跑第三名 六倍 142元